在废品站带到了鸭鸭 快要放学的时间 江峰才离开 带着小家伙 回到村里后 开始傍晚小课堂 结束后所有人都离开了 剩下孔百灵 问了江峰一个为之恶然的问题 江老师 你是不是快结婚了 结婚 孔百灵见状 说起之前看到那几个村里的大婶 主动登门介绍对象一事 啊 你说这个呀 呵呵 八字都没一撇的事 没同意见那些婶子给介绍的姑娘 江老师为什么不见呢 我觉得我现在不适合结婚 这种事情 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缘分到了 我或许会考虑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江峰这么说 孔百灵心里并没有高兴起来 反而有一些莫名的伤感 江老师 我先回去了 明天见 孔百灵走了 第二天 下午十分 郑建国找到了桃园村 亲自登门 来到了家里 郑大哥 你怎么来了 看到郑建国 江峰着实一愣 今天是周末 我们休息 所以就来你这里看看 顺便问问你 还想不想收我的那几张大笼邮票 郑大哥 你决定了 郑建国点了点头 江老弟 不瞒你说 我考虑了一晚上 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卖掉 你看我年纪也不小了 当初为了收藏邮票这个爱好 把自己结婚的钱 擅作主张的花光不说 还把父母气的半死 父母希望我能早日成家 有自己的孩子 但我始终没能做到 我不能再这么活下去了 我得对得起父母 给我们郑家留个香火 既然江老弟 你也是真心喜欢集邮的人 我可以出给你 若是当初没有这事 以郑建国的条件 早就可以娶妻生子了 江老弟 你还想收吗 你收 我就卖给你 江峰若是不想买 他只能去市里 想办法卖掉 郑大哥肯可爱 我当然愿意收 郑建国走了 江峰让妻等一天 给他筹钱的时间 他估算这两日 黄玉应该把那二十台收银机 卖得差不多了 这笔钱 足够买下那些大龙邮票 奔光下 鸦鸦继续抱着厚厚的字典 安静地自学生子 令江峰惊讶的是 这才短短数天的功夫 小家伙 已经学了快十分之一 速度这么快吗 鸦鸦的小脑袋挂里面 是不是装了一台电脑啊 照这个速度下去 鸦鸦认识的字 比我认识的都要多 可以考虑 由鸦鸦给全村人广播一次 想到这里 江峰决定明天 拿回来一张报纸 让鸦鸦读一遍 如果没问题 就让小家伙试试 先不告诉他 届时当一个小惊喜 收回了思绪 将目光挪回到胡子强 让人游击过来的科技报上面 清晨 江峰来到黄玉家里 这小子又没在家 却是被黄东华拉住 坐在椅子上 聊了足足半个多小时 黄东华对江峰 还是很感谢的 说了一堆黄玉这些日子以来 成熟稳重之类的夸奖话语 而黄玉能有这些转变 都是在认识江峰之后 小江 如果没有你 我们家这小子 现在不知道在哪里私混呢 你把电子表 收音机 甚至是那种打火机 交给这小子卖 其实是给了他一个成长的机会 我必须谢谢你 黄东华看似严厉 其实与全天下父母一样 都想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从黄玉家离开 江峰来到了台球厅 黄玉果然在这里 江哥 江哥 一旁的几个小年轻 全都主动叫了一声 江峰询问收音机的事情 江哥 钱被我放在家里了 我怕丢 现在我回去拿给你 黄玉见江峰用钱 准备立马回去 我跟你一起 两人前脚 刚离开台球厅不到十米 就被一个年男孩追了上来 想要跟江峰学习打台球 师父 你说下我吧 我要变得像你一样厉害 劝劝 一边玩去 我们没功夫教你 男孩有些害怕黄玉 后退了两步 但想要拥有像江峰一样球技的他 又不想放弃 师父 你说下我吧 我一定认真学 江哥 我们走吧 不用理他 江峰微微点头 正准备离去 这时 一道声音的响起 不禁令江峰停下了脚步 回过头 江峰看到了王春霞 一脸愤怒在男孩面前 范小克 妈 我要拜师 我要跟老师打台球 拜师 你知不知道 我和你爸赚钱多不容易 你天天只想着玩 你什么时候 能让我省点心 面对自己这个管教不听的儿子 王春霞又气又无奈 我不管 我就要拜师 范小克仰伯说道 你 你跟我回去 王春霞见状 当即就要强行把范小克带回去 春霞姐 江峰忽然拦住了王春霞 江老弟 王春霞这才注意到 江峰竟然就在一旁 刚才在气头上 根本没顾得上周围 师父 范小克看到母亲和江峰认识 心中一喜 感觉自己拜师有望了 急忙抓着江峰的胳膊 不松手 想让我教你打台球 没问题 现在立刻跟你妈承认错误 做得到吗 范小克文言 闲事一愣 随后竟然真的照江峰的话去做了 妈 对不起啊 我错了 我不该惹你生气 江老弟 这 王春霞有点愣 自己的儿子 口中嚷嚷要拜的老师 是江峰吗 江峰知道王春霞不解 简单说了一遍 江老弟 让你看笑话了 这臭小子 一直不让我和你姐夫省心 天天除了调皮捣蛋 就是到处给我们惹事 春霞姐 小克处于叛逆期 不听话很正常 想让他听话 得用适当的方式 小克 你想跟我学习打台球 没错吧 范小克狂点头 那从今天起 你必须替你妈妈的话 十天后 我会问你妈妈 如果你表现得好 我可以教你 你能做到吗 我能 春霞姐 你替我监督小克的表现 如果表现不好 直接告诉我 想拜我为师的人 躲着呢 我得挑一个听话的教 师父 我听话 我一定要好好表现 范小克赶忙插嘴 证明自己的决心 范小克被王春霞带回去了 这小子应该会消停一阵 从黄玉那里 拿回收音机的成本前 江峰去了郑建国家里 把数张大龙邮票 全都买了下来 姜老弟 剩余的邮票 你不想收吗 郑建国觉得 江峰既然爱及邮 其他的邮票 也应该收下 江峰摇了摇头 除了那几整版的猴票 我有点兴趣 其余的 我都不想要 姜老弟 那 这猴票 你给个价吧 我也一并卖给你算了 其他的 我明天去市里瞧瞧 江峰没出价 让郑建国开个价 郑建国要了一整版50元 江峰觉得不高 收好邮票 江峰看着剩余的邮票 郑大哥 你真的打算 一张都不留了吗 听到郑建国想全部卖掉 江峰还是很意外的 我想与过去的自己 做一个割舍 虽然这些邮票 承载了我的一些记忆 但人嘛 得向前看 我应该过新的生活了 不再沉迷于这些东西 郑建国想明白了 他自己就是一个平凡人 赚钱过好自己的生活 所以 江老弟 你叫我一声郑大哥 也别嫌我啰嗦 大哥作为过来人 希望你能收藏有度 不要像我一样 为了收藏这些 不能当饭吃的邮票 把生活搞得一团糟 成他人眼中的笑柄 我这两天才想通 收藏是有钱人玩的 咱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喜欢的弄几张就行了 不要想着靠他一夜报复 不现实 郑大哥 我明白 我会料理而行 晚上的时候 李卫国又来给他 做了一波思想工作 想让他进入村委会 乃至进入体制里 临走时 提醒道 明天县里给你个人 召开一场内部表彰会 你作为主要人员 千万不要缺席 叔 放心吧 我一定的 送走了李卫国 江峰继续看科技报 从科技报中 江峰对全世界的科技水平 都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如果我把2022的技术 带到这个世界 不知道会怎样 大厦会以更快的作斗 达到崛起吗 清晨 倒计时 13天 鸦鸦知道江峰今天去县里 被县领导表扬 十分开心 在江峰推自行车到门口时 小家伙笑嘻嘻道 大哥 鸦鸦在家里等你 大哥最棒 江峰笑着挥了挥手 然后骑自行车走了 刚上村中主干道 就看到李卫国 叔 咋 托你小子的福 这场内部表彰会 我才有机会参加 胡志书和赵会计也去吗 你代表咱们桃园村 胡志书作为桃园村的志书 当然得在场 赵会计和我一样 沾了你的光 才有资格参与 这场内部表彰会